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期上海多家餐厅就因凉皮上加了黄瓜丝 遭到重罚 引发各界热议 在这波罚款经济的推动下 民众或店家屡屡因小事被政府重罚 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加困难 那么罚款经济不加控制会带来什么危害 肆意罚款是某些政府部门的个别行为 还是中央默许的操作 罚默经济猖獗的城市都集中在哪些地区 本期节目将就以上话题进行探讨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 最近上海米番餐饮金桥分公司因为凉皮上添加黄瓜丝 被重罚5000元上了热搜 许多网友大骂荒唐滥用法规 其实 这并不是因为黄瓜凉菜而被罚款的第一批餐饮业 据报道 各地至今已经有1000多家餐饮店 因为销售凉拌黄瓜等遭受处罚 在经历了三鹿奶粉等食安危机后 中国政府在2015年推出了号称全球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法 不过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 对于餐饮业来说 不办粮菜证就会被罚 但是办证的门槛又高 根据微信公众号餐饮企业老板内餐的介绍 以经常采坑的黄瓜丝为例 其隶属于冷食类食品制售一项 而要取得这项许可 需要店里有不低于5平米的独立空间 具备二次更衣的消毒设施 空气消毒设备和独立空间 这对于小餐饮业来说是很难达到的要求 除了粮菜证以外 最近又因为未提示食品浪费 而被罚的商家也越来越多 一名消费者在火锅店购买了16只雪糕 因为拆封又没有吃完 商家未进到反食品浪费监督引导 而被罚款2000元 今年3月 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展开 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 例如加大对餐饮外卖 婚宴 自助餐 单位食堂等重点领域的检查 针对平台主体加强行政指导 防范点餐浪费 针对商户主体倡导合理调整菜品分量 中国反食品消费法规定 各个餐饮服务业者应主动 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 或者由服务员引导消费者 按照需求适量点餐 上海有餐馆 家的这个黄瓜丝在这个凉皮上面 中国人都是这么吃法的 但是没想到就罚了 罚了5000块 当然中国还是有它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考虑了 那你对这个事件的印象是怎么样 媒体曝光出来确实是令人炸死 就是像您刚才提到 我们中国人吃那个凉皮 大多数会放些黄瓜 那个口味更好 这是一个传统的做法 并没有什么违规或者不合理的成分 但是他们以某种名义 却把那个摊主罚了5000块人民币 大家知道一份这个凉皮 可能就10块钱或者十几块钱 它罚5000块要卖多少份才能赚了回来 而且这种事情是发生在上海 还是中国所谓的这个文明程度最高 城市管理水平最高的上海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经常谈到的这个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或者它的财政危机 情况有多么严重 而且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 就是在中国大陆 至少已经有超过1000家餐厅 因为销售这什么凉拌黄瓜 这个都被罚款这样子 我们知道能被媒体统计进来 到这个数据范围之内的 只是并山一角 实际在中国这么大个范围内 类似这样的情况 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说明整个中国 全国各地都遭遇到 很严重的经济问题 地方政府严峻的坐井见左式的危机 所以他们就 我们老百姓说不顾吃相 能罚的罚不能罚的 也想办法去罚 从老百姓手上去搞钱 在我看来有点像抢劫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过后 开始解封 就是有钱没钱 第一件事就是要到餐馆 去好好的吃一顿 那所以餐馆行业 是今年以来复苏最好这个行业 那么那现在这些餐馆 又面临这些重罚 那您觉得他们的经营环境 现在会怎么样呢 大家知道在过去2013年 这个餐饮业其实倒闭的是非常之多 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解封之后呢 我认为是短期的 昙花一现式的这个复苏 包括我们之前也提到 这个四伯的烧烤啊 这种都是有点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 政府应该真的是 尽可能地创造更好的一个经营环境 让商家恢复这个对市场的信心 让老百姓呢 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一个就餐的环境 这样子才会慢慢的就是 对这个行业有好的发展 然后慢慢的复苏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政府所作所为呢 完全就是不顾市场的死活 不顾这个经营者的这个未来 也不顾这个市场的恶劣的影响 一意孤行这么做 所以你刚才问到这个行业前景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是雪上加霜 估计很多小业主会不得不放弃 餐饮业加入这事业大军里面去这样子 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资博烧烤的时候 特别点到就是说 资博是可能其他地方 开始对这个地摊经济 有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不让这些东西活起来的话 那当地根本就没有税收了嘛 所以现在又出现这个餐饮业重罚 您觉得是不是不同部门之间的 互相没有协调呢 所以我之前谈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说 对于中国政府 或者某一些地方政府 它的一些行为 我们要保持一个持续的观察 他们是短期的 或者是甚至像那个政治风向一样的 就是可能某一个领导一派大体说 最近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过一段时间 它可能风向又变就换了 或者说当那个财政局长 打个比方拿到 在我们严谨的财经数据的时候 债务利息都缓不上的时候 或者公司发不出来的时候 那他们手握公权力 他们能想到的什么的 那就找老百姓要钱 找企业要钱 找那些有钱人要钱 不管是通过他们比较熟练的 这个什么打击和社会犯性质 查赌 赌 黄 搞罚款 这种罚款 我们大家熟悉的 比如说查酒驾 查伪装停车 查超载 这些罚款 他们经常用罚款 但是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在两瓶里面放黄花丝 都被罚五千块 就是已经很疯狂的程度 就是说他们正常的 能罚的渠道都罚了 罚不到的 他也想办法去罚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这个 直播真的是烧烤 也是昙花一现 我们从现在更新的消息 看直播烧烤 已经是大不如前 已经是门口罗雀了 就是一阵风一样的 但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的 这个企业精英者 还有老百姓来说 这是一个长久的痛 经济萧条 它不是一天两天能过去的 真的是要持久战的感觉 然后政府呢 它根本就没有 跟老百姓一条心 来共度时间 所以这个状况 可能会更加恶劣 要有长期的 这样一个艰辛的 这样一个心理准备 比较好 那么除了这个 因为食品安全的 一些规定 对于餐饮业 提出不同的监管跟处罚 还有就是 我们知道习近平也提出 就是光盘运动嘛 就是希望不要在 吃饭的时候浪费 那么现在就是 也有一些消费者 他在餐馆 点的东西没吃完 竟然是餐馆 收到了一个巨大的罚单 那么您觉得 这种事情 是餐馆需要负责吗 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提倡 这个光盘行动 其实非常好 就是整个社会 营造一种 杜绝浪费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是好事情 但是政府首先 你要从你自救自查开始 比如说 大家知道老百姓 诟病非常多的 这个三公消费 这个公款吃喝的问题 他们是不是彻底的解决了 或者说 你们只是改头换面 打个比方 现在以前是喝那个明酒嘛 现在的矿泉水平 装着那个好酒 在那里面消费 还是这样子的情况吧 那如果说 私人消费者 你作为政府 你可以鼓励 提倡这种文明现象 比如说不浪费 对不对 但是作为消费者 自己他自己买单 不是公款消费 他愿意打包 是最好的 他不愿意打包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那个业者 你没办法去强制消费者 不能点多菜 或者不能去打包 所以罚款这个业主 我觉得完全是 抢劫犯罪 像在我看来 没有法理之词 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 希望只是个别现象 那您觉得 是不是应该是消费者被罚呢 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点太多 他自己没有负责消费 我觉得消费者也不能罚 你作为罚款的话 你如果是违反了 买一些条款规定 你要首先通过法律的形式 你当地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 有个法律条文说 我点太多了 超过多少 没有打包 要罚款 你要首先要 法律要有通过 罚款要有有法可疑 没有法律 这个支持的情况下 你这就是违章罚款 违规罚款 我的理解是这样 而且现在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地方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 有成文的法律 来限制这个 政府最多只能说 提倡鼓励 但绝对不能从 法律的角度来说 就强制性罚款 这是很没有道理的 听众朋友 这里是财经 时事听栏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地方财政捉襟建轴 罚墨经济席卷各地 请继续收听 各地政府债务累累 为了创造收入 而胡乱罚款现象 越来越猖獗 去年陕西榆林市 有摊贩因为售卖 20元不符合 食安标准的芹菜 被重罚6.6万元 后有媒体披露 该市2021年的负债率 高达123% 今年5月 河南安阳市黄县 超线运输罚款乱象 成为头条新闻 罚单的理由 都是超重运输 一些货车司机控诉 出发前货车明明没有超重 还是被罚 有位司机两年 收到了27.5万元的罚单 河北省也有一名司机 因北斗定位系统调件 在唐山被罚款2000元 并被扣车 而自杀身亡 不到一个月后 另外有一名来自山东的卡车司机 因受不起5000元罚款的刺激 当场服药自杀 索性及时获救 这些都是罚款经济所导致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 胡乱开罚款的对象 通常都是个体户或小微企业 比如外卖洗手 以及上述的司机和餐馆 根据北京财经杂志的调查报告 2022年 中国收入最高的40个城市 共有194万家企业倒闭 约占总数的7% 在所有注销的企业当中 微型企业占了57.4% 如果把小企业也算进去 比例高达93% 反映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 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 中国很多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下出现经营困难 倒闭了不少 在中国经济还未复苏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增加罚款 势必让中小微企业 面临更加恶劣的营商环境 如此一来 对中国的就业以及经济复苏 必将带来负面影响 过去几年 因为地方政府的收入下降 这个罚款的情况已经越来越猖獗了 去年有一起在这个陕西榆林 因为这个勤财不合标准的罚到6.6万元 然后我们刚谈到这个黄瓜也是罚了5000块 您觉得它这个罚款的金额 为什么定这么高呢 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罚款的问题 这个政府的罚款呢 一直是他们这个地方的 所谓的税费输入的一部分 那之前呢 他们可能会 比如说政府的公共财政输入里面 有税数的输入啊 非税的输入 然后之前呢 各个地方政府可能从1%到5%不等的 就是罚款的输入 占它总的这个输入的比例 那现在实际情况 我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统计的数据 有些公开的 有些没有公开 还有一些媒体统计的数据 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 我看到最高的一个公开的排名 就是广西五州 它这个罚款的输入是 就是去年是49.6亿人民币 它的税数是166亿 已经罚款的输入 占它整个税数的比例是29.8% 已经远超正常的一个范围 这也就是为什么解释你刚才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觉得是罚那么多 或者不应该罚的也罚了 因为他们太需要钱了 政府地方政府的正常的运营 太需要钱了 就是没有钱 他们可能就没办法运转了 从这个侧面来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个罚款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它是在全国范围内存在 可以反映了一个什么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 这个经济危机的状态 所以跟他们官方公布的这个GDP 经济在增长增长 5%的这样的增长 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根本反映不到 这个现实生活中 那个政府的财政输入也是锐减 所以它通过罚款来维持 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运转 所以这个现象 其实应该是值得大家去警惕 那另外呢 这个罚款呢 其实刚刚从这个比例来说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变相的增税了 它不是说从维护这个社会稳定了 或是提高这个城市运转效率的角度 它就是变相的抢劫一样了 就变相的增税 相当于我看看 有人拿出一个表来 大概30个城市有罚款的输入 占它税数比例从10%到30%不等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给这些老百姓 额外增加了10%到30%的税 这样意味着什么 民生就更加艰难了 这个合则而鱼 让那个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那这个经济形势呢 只会更加恶化 那说实话 他们希望的这个经济复苏呢 更加遥遥无期 另外我还想讲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的 能看到所有数据 并不是很完整的 实际情况可能会更加恶劣 那打个比方 我们知道中国的实际操作 那有一部分罚款呢 可能是直接被那个 各级的公务人员直接刮分掉了 他并没有上报到这个财政输入里面 他们就中保四囊了 政府反正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也默认了嘛 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调动 他们这个公务员的积极性 所以立不为百握平 那这样子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老百姓的状况 其实比现在媒体看到的 会更加惨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说 黄瓜是罚了5000块 实际上比这个更严重 更荒唐更离谱的事情 在社会上还是大面积存在的 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随着这个形势的恶化 未来大规模的这个社会危机 政治危机买下一个伏笔和隐患 这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那您觉得这些受到巨额罚款的 这些业主有没有可能 集体起来形成一个维权的力量 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 在中国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他这个行政性罚款 他如果是过分的 或者无法可疑 或者怎么样 老百姓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可以比如说投诉 可以通过法律的行事 反驳对不对 或者其他的形式 去发出自己反对的声音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中国 把所有的有组织的这个社会团体 基本上全部打断了 比如说那个参与业者 他们也有没有工会 但是他们有这个行业协会 我们看到任何一个行业协会发生吗 没有 几乎是政府可以说 他的公权力没有受到任何的制约 受不到任何的挑战 所以他们不顾任何的次项 想怎么罚 想罚多少就罚多少 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 如果有制约的话 可能会好一些 老百姓完全就是针板杖的肉 所以政府的公权力 怎么切 怎么分 怎么刮 毫无这个还手能力 就是比较糟糕 只是说当这个量 从质变到量变 就突破一个界限的时候 比如说失业人数到某一个程度 然后老百姓就是愤怒的情绪 到某一个程度 那可能突然的就是爆发这个社会危机 刚才是本期节目嘉宾秦伟平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各地某罚款搞创收 受害者通常是个体户或小微企业 请继续收听 罚没收入一般指的是 地方政府 在执法时 或司法机构 对违法违章者罚款 以及没收的赃款 和赃物变卖的价款 属于非税收入的部分 一般而言 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公共财政收入 另一种是基金收入 公共财政收入主要包括 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部分 从发展方向看 地方政府收入应该以 一般公共预算为主 而一般公共预算 应该以税收收入为主 包括罚没在内的非税收入占比 应该呈下降趋势 一个城市的罚没收入 与税收收入的比值 可以反映出当地财政收入的质量 北京财经杂志日前发布调查发现 在247个地级以上城市 进行比较发现 三分之二罚没收入占比 集中于3%到8% 有29个超过10% 罚没收入占比不应该过高 也不应该增长过快 高增速不一定意味着乱罚款 乱摊派等行为 但却可以提供一个参考方向 财经杂志的调查发现 247个城市中 罚没收入占比中值是5.8% 最高值是广西吴州 29.8% 最低是苏州的1.1% 罚没收入占比最高的10个城市 分别是吴州 贺州 韶阳 盘景 乌兰茶市 加募斯 广园 湘西 巴中 河池 大多位于东北 西南 华北地区 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的一二线城市 以及省会城市 罚没收入占比相对低 增速也相对合理 而三四线 非省会城市的数值 则相对较高 那您刚提到这个广西吴州这个案子 看到吴州市政府提出他的财政报告的原因是说 2020年的时候工检法部门就是加快扫黑除恶专项整治 就可以促进罚没收入的增加 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一个巧利明目的一种做法呢 那您觉得这个扫黑除恶这个专项行动结束后 他这个房没收入的增加是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我觉得广西吴州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城市 实际上他不这种现象 以这种扫黑除恶的形式 打击当地的这个富裕的企业家阶层或者富豪阶层 就是实际上就是把人家的资产充公 来补充他们财政输入的短缺 或者解决他们面临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财政危机的这样的一个 现状的解析方案 这种大面积存在 而且这种是不可持续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改革开放30年来 40年来能积攒财富的 现在还有一些钱的吧 这些有钱人 这些企业家本身数量 在每一个地方的数量都是有限的 而且这些人早就在他们地方政府的这个名单上面 然后他们当他们政府缺钱的时候 他们数钱去找他们 我认为说这一波第一波已经是差不多了 就是能抓的有钱人 没有后台的 或者说后台不硬的 他们已经把黑除恶已经打完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离谱的 把那些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什么把黑除恶背进来 就是一个黄瓜车能罚5000块 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以前可能会说 这个富豪把他抓起来了 他有什么违规违法的行为 把他的资产两个亿五个亿充公了 或者怎么样 现在连那个普通小商贩都犯过 所以他这种完全就是我刚才讲的 何则而言 他不计后果 只过今天不顾明天 未来的话引起了这个社会的这个愤慨啊 越急增 社会的利器会增加 可以越来越多的这个社会危机的苗子可能会出发生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您您您就说这个财经的这个报告 就是把200多个地级市的伐墨收入跟那个税收做比较的时候 发现当然是乌州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还有他也把那个占比最高的30个城市列出来 那么基本上这个规律看起来都是集中在东北西南跟华北的一些省份跟地区 您觉得这些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代表的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个所谓东北三省 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政府管理水平比较差 另外一个经济基础也很差 财务危机的情况会更加严峻 基本上他罚款的输入越高 或者罚款的占他们财政输入比例越高 说明这些地方就是形势更恶劣更糟糕 老百姓更惨 当然他只是一个代表了 实际上这种范围也是全国性存在 而且随着这个经济的进一步恶化的话 我估计这个比例会更加高 但是呢他们有一些数据可能不一定反映在这个公开的报告里面 所以我觉得只能是一声叹息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地方政府对这种滥法滥收的 这种恶劣的行为啊 一定会导致刚才餐馆是个受害者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小的企业也会因为这些罚款啊 不堪其扰甚至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这样一定是对这个就业产生很恶劣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外界都在讨论中国经济 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嘛 中国政府已经目前正在出台 或将要出台非常大力度的这个拯救经济的措施 那您觉得会不会中央就是看到了这个伐木现象带来的恶劣影响 会压以制止呢 在短期的未来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地政府其实是默许的 他们心思肚明非常清楚 然后现在说经济状况不好了 失业率太高了 他们想去拯救经济 我认为说他们能用的手段其实全部用光了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再把中国经济再起始回升 我认为他们已经失去这个能力了 只是做做姿态而已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地方债务问题怎么不知道 然后地方的政府的公元薪水发不出来 他们怎么不知道 他们的债务利息付不出来 他们非常清楚 他们为了维持他们所谓公共服务的运转 说好听点 其实就是这个政权的运转 没办法 又没有钱发给你 那让你们去罚老百姓 你们手上有共权力嘛 对不对 你们就合法地去抢劫老百姓 实际上我认为是默许的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度过所谓的难关 那只是把那些倒霉的老百姓 往实力逼这样子 真的是不给老百姓一条活路 谢谢 那就是时间换空间 希望刺激措施会有一些正面的效果 这个真的是 他可能不知道能拖多久 幸运的话拖个三五年能过来 不幸运的话拖得更久 甚至让他们政府可能会想更多的办法 来转移社会矛盾这样子 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这个题是无解的 已经没有解决方案了 他们早就错过最好的时机了 好 那么秦先生今天就非常谢谢您精彩的分析 我的提问就提到这里了 好 谢谢 以上是本期的财经时事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饶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写信到拼音反馈 A一圈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账号是 RFA下横线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祝福各位 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 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